5月26日鸟叔PSY首邀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 为意大利杯决赛现场成名度江南style 不料鸟叔刚一出场 现场球迷就爆发出情人的噗噗声 据悉用学大猩猩教的方式来羞辱一民族 是意大利球迷种族歧视的标志性方法 面对惊人的种族歧视 鸟叔用意大利语高喊 谢谢我爱意大利 并卖力演出至结束 以彰显自己的气度 然而在民族优越感强烈 民族主义激进者众多的意大利 荒种人与黑种人一样经常受到歧视 在闯当一架时同样受过歧视的日本球星 中村俊傅就曾抨击过 那些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是丑陋的 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